乌克兰南部军区6月6日称 位于赫尔松地区的卡霍夫卡水电站大坝被俄军破坏 乌方正在确认破坏程度、水流速度等情况 乌克兰赫松州州长普罗克丁在声明中指控 俄军此举是另一起恐怖行为 指出倾泻而下的洪水5个小时内就会达到临界水位 目前已经对危险区域进行疏散作业 呼吁居民尽一切可能救自己 乌克兰内政部目前已将多个村庄列为危险区域 呼吁居民关闭所有电子设备、携带文件及必要物品 新卡科夫卡水坝横跨蒂涅伯河 蒂涅伯河是乌南主要水道 下游分布多个城镇 包括战前有30万居民的赫松市 乌克兰总统幕僚长伊尔马克批评破坏大坝孔酿城生态灭绝 剥夺南部赫尔松及克里米亚地区居民的饮用水 可能对部分聚落及生物圈造成破坏 要俄罗斯负责 他说人民的安全是当务之急 要确保俄罗斯在国际层面受到惩罚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痛批大坝遭破坏 向全世界证实了 俄军必须被逐出乌克兰每一个角落 他将与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事务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 国际原子能总署评估 大坝洪水泄出 不会构成立即核安风险 美国两党近日达成的提高美国国家债务上限的新协议 对一些接受补充营养援助计划 Snap福利的大多数年龄在18岁到49岁之间 没有孩子的成年人提出了工作要求 根据预算和政策优先中心的最新研究 这一变化可能会导致近75万50至54岁的成年人 失去联邦食品援助 Snap也被称为食品券 每月为低收入个人和家庭提供购买食品的资金 这些受益人在三年期间 可能只有三个月有资格领取福利金 除非他们能满足某些条件 例如证明他们正在工作 或每周参加至少20个小时的职业培训 或者他们属于特定的豁免类别 如怀孕 残疾 或者存在身体或精神状况 使他们无法工作 新的立法提高了这些要求适用的年龄 扩展到50至54岁的无子女受益者 工作要求将逐步按年龄实施 自法律颁布后90天起 50岁的人开始适用 到2024年扩大到53岁和54岁的人 这些要求将持续到2030年10月1日 新立法也豁免了一些工人类别 他们无需提交工作报告 包括无家可归者 退伍居人或寄养稀土中的工人 这些变化将减少SNAP的支出 并限制了获得援助的人数 但一些专家担心 这些举措可能会对有需要的家庭产生影响 6月5日 美国最高法院裁定 加州的第12号提案立法将继续有效 它将在2023年7月1日成为法律 合规性将在年底前进行自我认证 从2024年1月开始 第三方认证将是强制性的 该法案俗称培根法 在2018年由选民投票通过 是一项反虐待动物法案 要求在加州销售的猪肉禁止窄龙养猪 必须来自至少在24平方英尺的空间内 被饲养的母猪所剩下的猪 对此 美国农场联合会和总部位于爱荷华州的 全美猪肉生产者委员会早前提起了诉讼 他们说 虽然加州人消费了美国13%的猪肉 但几乎100%的猪肉都来自于加州以外的地方 包括爱荷华州 明尼苏达州 伊利诺伊州 印第安纳州和北卡罗来纳州 同时 绝大多数母猪的饲养条件 都不符合第12号提案的标准 拜登政府从敦促大法官站在猪肉生产商一边 并在书面文件中告诉法院 第12号提案将全面改变这个国家的猪肉饲养和销售方式 它给美国的猪肉市场带来了巨大冲击 行业组织表示 这项法律将意味着代价高昂的 全行业变革 全美猪排和培根价格或将上涨 猪肉生产商认为 根据猪肉市场的运作方式 来自不同生产商的肉块在销售前会被合并在一起 很可能所有猪肉都必须要符合加州标准 无论其将销售往哪里 他们表示 遵守第12号提案可能会使该行业损失2.9亿至3.5亿美元 动物权力组织则对这一决定表示欢迎 第二道并顶料必须要符合加州的顶变 城ення 2元 潘